這條影片會講講左單質檢驗法 先講講一個原理 我們假設今次有條生產線 整燈泡 它的壽命是一個靜態的分佈 總體標準差是100小時 如果是正常運作的時候 壽命的總體平均數是5000小時 現在我們是生產線的工程師 我質疑生產線有故障 有故障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它不再是5000 都有兩個方向 可能是多了或者是小了 但多了的情況下 其實我是更加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壽命長了 其實是講我們的產品質量高了 客人是會開心的 所以我不在乎 我最擔心的是 我們的總體平均數跌了 小過5000 如果小過5000 就代表有故障 這個是我想證明的東西 於是我抽了49個燈泡出來 計算他們的平均壽命 我用10%顯著水平做一個檢驗 背後理念其實類似的 我都是抽些樣本 計算樣本平均數 第一步 假設原本的宣稱是對的 看看在這個情況下 得到4800這個樣本平均數 合不合理? 可不可有? 然後看機率 可有與否 做出結論 結論部分和之前一樣 我不特別多說 我想說一下運算上有什麼分別 第一步 寫假設 寫回H0和H1 今次我會先寫回H1 H1是放回你想證明的東西 就是總體平均數 小過5000 而H0 就是原本的宣稱 你可能會寫回總體平均數是5000 但是如果你這樣寫 就會變成H0和H1 不是互相對立 所以我會做一些調整 我將等於 變成大過等於 令兩者是對立 即是說現在H0 我是假設 我們的總體平均數 是至少5000小時 我擔心的是 它小過5000 還記不記得 我們最後下定論 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我說這個是錯 H1才是對的 那你就證到是有故障 第二 我沒有證據證明 這句說話 H0是對還是錯 沒有其他的 所以永遠 如果你想證明一件事 都要放到H1 才證到 放到H0是證不到 如果你想證它有故障 記得把那句說話放到H1 這個意思 然後步驟二 抽樣本 計算平均數 這次我們抽了49個燈泡 樣本平均數X bar 是4800小時 你自己對應 之後計算檢驗值 我們不會直接用4800 去判斷機率可不可有 我們會將它標準化 做少少運算 變成一個檢驗值 我們在標準正態分佈下去做 但計算之前 先看看題目 會不會滿足 隨便一個條件 你看到這個題目 是滿足第一個條件 總體是正態分佈的 所以你可以繼續計算下去 好了 我們假設H0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總體平均數 至少是5000小時 但運算上 我們都會當是等於這樣看 然後就計算 條色沒有分別 有Sigma用Sigma 沒有的話 用世界S取替 然後代入 我們的檢測值 Z 就是X bar4800 減Mu5000 除以Sigma Sigma是100小時 就會100 除以開方N 即是49 然後你幫我按機 最後按完 你會計算到-14 也是 因為我亂作些數字 檢測值會比較誇張 然後步驟四 根據顯著水平 去定過拒絕域 同樣 我們只有三個會用 就是1% 5% 和10% 分別定義 最極端的1% 5% 10% 數據是罕有 但留意 今次是左單則檢驗 我們只會考慮左面的數值 即是小的數值 作為極端數值 因為剛才說過 如果你得出的燈泡 它的樣本平均壽命是非常大的 對公司是好事 我怎麼會說它是極端呢 所以我不當是極端數值 我只會考慮小的那些 OK 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只需要考慮標準正態分佈 這樣就可以 因為剛才計算了檢驗值 將東西標準化了 由於今次你只考慮左邊的極端數值 如果α是1% 你的1%就不會再斬半兩邊分 我會集中在左手面 你會計算到-2.33 如果α是5% 又是將這5%集中在左邊的極端數值 然後你會計算到這個位置-1.645 最後10%同樣做 這裡是-1.28 所以下面的表就總結 如果顯著水平α是1% 拒絕域就是小過-2.33的部分 臨界值就是界線 今次只有一個 就不需要正負了 因為你只剩下一個部分是拒絕域 只有一個藍色部分 其他百分比都是這樣做 現在的步驟5 我們可以寫結論 如果檢驗值在拒絕域裡 即是代表你的樣本平均數 發生的機率很罕有 也即是說一開始 我們假設H0是對的 這件事是錯的 我們拒絕它 相反 如果檢驗值在拒絕域外面 我們就沒有證據證明H0是對還是錯 我們不知道 這次我們是用10%顯著水平的 所以就會看這個 Z小過-1.28去決定 然後前面檢驗值是-14 我們先看看比較 我們先調整 Z計算到-14 它確實是小過-1.28 在拒絕域裡 所以拒絕H0 接受H1 如果你想貼題一點 亦即是說有故障 有故障 因為H1才對 H1是說總體平均數低於5000 那就做完一題了 有兩件事想提一提 第一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考慮 數線左側極端數據 所以它稱之為左單側檢驗法 你亦都可以留意你寫H1的時候 那個箭嘴符號是否小過 是的話就左單側 第二件事我之前沒什麼提過的 就是那個顯著水平 不和百分比有什麼影響 其實你會見到當百分比越大的時候 譬如我用1%和5%做比較 你的拒絕域會跟著變大 亦即是說你的檢測值 會更加容易跌入去藍色部分 更加容易拒絕H0 所以顯著水平越高的話 你是會越容易拒絕H0 我寫在這裡 α越大就越容易拒絕H0 那當然你說是否一個好事 即是我更加容易證到H1是對的呢 是更加容易證到H1是對的 但也有機會其實這個結論是錯的 因為本身呢 你想一下 機率罕有 即是跌入去拒絕域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情況 第一 其實假設沒有錯的 你真是幸運 你就是1%或者你就是5% 另一個就是假設錯 我們用了這個做結論的意思 所以每一次 譬如我用顯著水平是1%的話 你拒絕H0 你都有1%是錯的 OK 即是H0都可能是對的 有1%你是落錯結論 所以你顯著水平越高 你的結論就越容易錯 但另一方面 就更加容易證明到你想靜的東西 更加容易寫出你想下的結論 所以沒有說好和不好 還有記住 如果真是現實生活中應用 這個alpha是做實驗 做檢驗之前要定好 不是看了後面的結果 才去set 然後做一個你想要的結論出來 那就沒意思了 下一條影片會說到一個例子 都是左單則的 完整地做一題 下一條影片見